首尔号餐车负责人肖明成近日圆满结束为其一个月的环岛遗嘱活动 今天特别前往彰化县社投泰安岩致县 感谢妙方长期协助与支持 泰安岩管理委员会主委张聪彪表示 妙方近年将传统竞香活动转位公益 并积极参与关怀弱势与捐协等活动 由其连续九年荣获内政部宗教公益奖 未来将持续透过各种公益活动 关怀弱势族群回馈社会 大家好 老闆来拜访我们泰安岩 说要来办一个公益餐 当然这个公益多年 我们妙方这边也尽量来配合 其实社会一直做爱心的人 是缺一个企图而已 所以这位老闆来发起 我们泰安岩和这位委员干部 当然是全部来配合 也看他们办到有声有事 有声有色 一种供给这边的活动 也非常顺利来完成 泰安岩 泰安岩是个高兴的立廟 本身泰安岩本身这几年就没有办 这负荐和这边 全部都以关怀 做公益这个活动 当老闆来跟我们交 我感觉这也是很有意义 做意识 我当时要给它打赢 看它欠赏 我们就发展给它做 上面关怀活动 那边也请它来做一个爱心的主房者 好像租百多多分的 堅持活動 在這邊 跟他們說要做一個公益 要做到這裡 比較熟悉的團體大家 我們也是義不容辭 一個人幫他打擾 就這樣 公益大家 幫他倒庭 他也幫他倒三個天 他剛才這邊的公益也很多 也輸到這裡公益住 幫他倒三個天 這樣我們處處處處處處 把這個公益都可以 做得比較好 做得比較看 你說辦環島益主的時候是因為我有發願 為什麼我發願 因為當初我的小朋友雲傑 他出生的時候早產 才一千三百公克 那時候在醫院住了將近快兩個月的家務病房 所以那時候心力焦脆 那很謝謝當初的醫護人員對我兒子的照顧 以及說我後來因為這次疫情很大的影響 讓我很多的餐廳我都收起來了 讓我們的生計非常困難 那也很感謝在社會上有很多人幫助我們 讓我有機會現在一路又可以晚上爬 所以我跟自己講 我心裡就有發願 如果我們有能力的時候呢 我希望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所幸呢 我後來因為我轉型做行動餐車 所以可以把行動餐車餐廳的料理帶去外面 所以我用這個方式呢 到處找還是需要的弱勢團體的朋友們 然後我們是煮愛情餐給他們吃 那今天呢 我在這邊社頭的太陽眼 很謝謝張主委他們 還有太陽眼的幹部 他們很幫忙我 讓我有機會支持我的行事料理 以及我們餐廳的料理 讓我們有機會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在這邊我很非常謝謝太陽眼 以及我的好朋友那個明家 因為有他的幫忙牽線 讓我們很多事情更加的順利 今年我們環島一組第三年很開心 因為今年第三年 我們從第一年只有一台收尾號 第二年兩台餐車 在第三年 我們這次多了將近好幾台的餐車 不同的餐車品項來跟我們一起共襄盛舉 我真的是非常開心 讓這個社會的力量愛的分享 已經有開始穿搭出去了 單位就是針對可能身心障礙的朋友 或是弱勢家庭 甚至是低收入戶 還有孤兒院 和少關懷之家 那我們如果到比較偏鄉的 我們會針對偏鄉國小 或者是偏鄉的原住民 因為我這次我們環島一組 因為我們這次的時間比較少 我們從彰化台中出發到南投好幾天 然後回來之後 我們又從台中出發到苗栗 新竹 然後再回來台中彰化 然後再下去台南 麻豆 高雄這樣來回 因為這樣不是一次跑一趟的關係 所以變成說我們將近花了一個月 整個月都在做益主的行為 對 所以我們導致這個月其實就是 都付出在益主 然後這局沒什麼工作 但是我們一樣會努力往前走 走 AnsOE 我們生 彰化人彰化市記者林明佑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